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在周末的晚间 收看由体育频道 为您带来的2021-2022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 八禁四第二回合的另外一场较量 那今天下午 我们先为您带来的是 广东和绸州京都的比赛 今天晚间将会为您带来的是 山西焚酒股份和辽宁本钢的对阵 广东队已经是锁定了 一个半决赛的名额 而这个半区的另外一支名额 将会出现在今天晚间 山西和辽宁队之间 两人球队在上一场交手过后 目前是辽宁队一比零领先 从过整场比赛的发展来看 辽宁队还是拿出了 他们常规赛领头羊的一个气势 从开场的进攻 攻防两端 都给了山西队极大的压迫 尤其是顾艾伦在季后赛这场比赛 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全场比赛拿下的40分的高分 无论是三分线外的投射 还是在罚球线上的表现 以及对整个球队的疏离 都拿出了极高的水平 而莫兰德在上场比赛时 拿到了13分 面对自己曾经救主 他的内线也给山西队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看到郭艾伦的数据 38分钟的出场时间 现在看看今天辽宁的先发 我们稍后再来看 这是山西的先发 菲尔德 元帅 张春军和邢志强 以及葛昭宝 还是保留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先发阵容 而辽宁队今天他在先发阵上 应该还是会主要去 先从防守做起去限制菲尔德 以及元帅在三分线外的发挥 而燕蓬菲想必在这个赛季 所以很多山西的球迷可能都没有预料到 这个赛季呢 山西队虽然他在外援的配置上 是菲尔德跟西蒙斯 没有绝对的大外援 但是在国内的内线球员配置上 葛昭宝跟颜鹏飞 这是球队的工军老将了 他们在比赛场上 所表现出的比赛风格和特点 还是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他们两个人的特点都非常的相似 都是可以有中远头 都在篮下有很强的 篮板球的保护的能力 所以说在没有大外援配置的情况之下 他们仍然可以跟很多球队 去周旋 去抗衡 当然了 面对内线人员 囤积了相当多兵力的辽宁队 他们在这组系列赛 内线是非常吃亏的 上一场包括我们看到 像韩德军 莫兰德 包括富豪 他们在篮下的发挥 可以说是欲取欲求 几乎是让山西队 没有太多招架的办法 当然了 颜鹏飞给出的回应 是非常强势的 这是刚刚我们给大家截取的 一个辽宁的先发 郭艾伦 福格 张振宁 李小旭 对着上一场的先发的配置 所以从今天的比赛的配置来看 双方都还是按照 上一场比赛的布置 当然了 辽宁队 因为是赢球的一方 他们不需要有过多的改变 而山西队 他们其实在上一场比赛 也是做出了自己能够做到的 大部分内容 当然了 上一场比赛 他们的西蒙斯 菲尔德 和颜鹏飞 都是拿到了20分以上的得分 唯独袁帅是拿到了17分 所以就证明了 辽宁对于袁帅的防守 对于之前的这个 也是辽宁队去效力 很长时间的袁帅 对他是非常熟悉的 以及他目前的成长过后 在三分线外 只要给空间他就可以投射 那么今天对于袁帅 依旧 辽宁队我相信 还是会死掐袁帅这一点 另外对于西蒙斯和菲尔德 如何去限制他们的发挥 仍然也是辽宁队需要去布置的 而山西他这场比赛 个人认为 他们要继续去更加合理地安排 菲尔德德和西蒙斯 两个人之间的上场时间段 到底是如何去更好地 是使用西蒙斯在篮下的攻坚 还是想通过菲尔德 在场上把速度 风格 这种快打旋风再打出来 这都是这样比赛 我们的看年所在 而张春军呢 在第三阶段回来之后 他是加盟了山西队 重新回到了杨学增指导的教鞭之下 可以说呢 张春军还是把自己的状态 完全地释放出来 他在上一轮系列赛 面对广州队的时候 对于陈寅俊的防守 是至关重要的 而他现在在这轮比赛 同样 山西队需要他的防守 就看看这场比赛 究竟鹿死谁手 我们是手 我们是手 本场比赛的解说 是由习瑞为您带来 支持一下杨胜胸上 好 比赛跳球下来 首先是由辽宁本刚 拿到了第一波进攻的球权 今天辽宁队身穿着 深色比赛服 山西队身穿着白色比赛服 伏格 还是在45度跟底角续续 做挡拆配合 突然出现篮下的机会 今天开场的第一个防守回合 可以看到 辽宁队对于机会的选择和把握 还是展示出了非常成熟的一套配置 而山西队对于韩泽俊的防守 主要就是在篮下的收缩 邢志强帮助队友的协防 快速转换 再给到篮下好球 这是山西队这个赛季 杨学增指导重新回到山西之后 又把山西队带到了他们之前 打出过最好战绩的那一个赛季的特点 那就是跑 在跑动当中去寻找机会 伏格 篮板球的保护 山西队做得不错 推反击 还是打快 这个球呢 菲尔德想法不错 而张春军呢 跑位也足够快 赛季这个球是传到了 张春军跑动路线的身后 这时候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问题的话 还是张春军跑的有问题 郭艾伦 郭艾伦在上场比赛三分线外是百发百中 有着非常强的外线投射能力 而郭艾伦之所以现在让人感觉到越来越难防的 主要原因也是加强了外线的投射 今天在生死战的比赛里 山西焚酒股份比赛一开始就是火力全开 有着很好的命中率 快速落位 伏格 又145度了三分球 还是没有 今天伏格上来之后 几次连续的投篮尝试 效果一般 郭艾伦施意稳下节奏 韩德军提上挂养护挡下线 伏格再做尝试 继续打快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菲尔德跟张春军之间的联系 传接球 相比于上一次失误 就做了很好的调整 张春军还是先去抵住自己的防守队员 然后给另外一侧接球的空间腾出位置 张春军不光是防守 现在快下的积极性也很高 直接底脚拔一个 那么对于三局两胜制的系列赛 这场比赛呢 山西队也是没有退路的一场 而辽宁队也是肯定希望尽早的结束这一轮系列赛 来快速的与广东队惠师半决赛 这球来看一看最后的认定 元帅抢断 吹了一个提前犯规 那个山西队不是2加1是一个前场的边线球 阳湖的位置呢挂得很遠 我们看到福格开场的连续投射进攻一般的情况下 阳明之导选择把他换下 换上莫兰德 苗宁队的球权 苗宁队呢在第一场系列赛赢下之后呢 他也是从数据上来看呢 他已经连续十年在季后赛的首场比赛取得开门红了 底角张振联好球 张振联你可以感觉到啊 他在常规赛的就是前半段发挥不是很稳定 但是越往季后赛发展 他的状态越来越火热 而且在上场比赛 他也是球队出场时间较多的球员 准拿出场的40分钟以上 莫兰德篮下强起 这球山西队篮下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坚硬 而且呢 当葛兆宝去防突破球员的时候 篮下的位置几号做得不错 找远端 元帅 调了一下再出手打进 这是面对自己的好朋友赵继伟 有一个调整还是命中了 快速过渡 最后传的比较随意 现在山西队的场上这套阵容啊 擅长投射的点会比较多 莫兰德 面框做到低位 葛兆宝先顶第一步 注意进攻时间了 协防很快 今天山西队始终把协防 做得很出色 而这也让辽宁队经常是突到篮下 会有失误 罚球线的跳投 再重 今天开场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山西本球股份 打了辽宁本杠一个9比3的开局 而辽宁队这个三分球是来自张震琳 今天开局呢 辽宁队在投射的进攻效率上不是很高 当投射手感一般的话 其实可以多组织一下 中距离以及篮下的强攻 毕竟内线有这么多的精兵强将 中国人自古就有喝凉白开的习惯 金麦郎凉白开 烧开过的水可靠 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 金麦郎凉白开全国销量领先 火星人 X8智能集成灶 39项智能创新设计 炒100个辣椒都不怕 油烟在锅口就被吸走了 集成灶就是火星人 水中贵族 白岁山 今天在抢开局方面 已经站在悬崖边的山西队呢 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现 开局呢 是打了一个9比3 迫使辽宁队请求的暂停 辽宁呢 回来之后 杨明之导应该还是明确场上的进攻 阵容上不做改变 要更加明晰自己的进攻主攻点 郭艾伦现在呢 在球队相对进步状态较慢的时候呢 挺上而出 暂停回来就能够快速拿到两分 召集委屈现在开始掐菲尔德 提前给压力 那么提前给菲尔德去施加一些压力呢 就是让菲尔德低头去运球 抬不起头 然后让他就组织让他的串链去推迟 延后 但这个球一出来之后呢 其他几个点还能够投射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开局 山西队抢得不错 场上的五个点呢 都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不依赖于某一点 看看左翼四十五度 菲尔德 够低呗 张震霖这个腰间挤靠做得不错 哇 好球啊 张震军作为一人老将 面对张震霖 这样下肢极其力量出色的球员的时候呢 一直在绕 一直在扭 一直在顶 一直在绕 一直在扭 一直在顶 在缝隙当中寻求进攻机会 阻止 圣� 쉿 五 直在车 一定是在做抛 没有打车 有一个假动作 有一个假动作 刚才是左翼的一次尝试 这次是变成了右侧四十五度的尝试 还是没有打进 出现了失误 这是赵振林的机会 大不留心 起来完成了一次爆口 今天的辽宁队 对于山西队外线的防守布置 还是目的非常明确 尽量的切断 或者沿阻山西队的出球节奏 起码当他的外线的1234号位 123号位的传接球 不能太顺畅 尤其现在赵振伟或者郭艾伦 去轮流去防菲尔德 这个应该是有些消耗 转出篮 菲尔德 还是中距离 菲尔德这个球很硬 因为辽宁队的防守 基本是没有失背的 无论是赵振伟还是郭艾伦 仅仅是贴着 但这也是菲尔德的个人能力 再转弱侧 郭艾伦 再转弱侧 郭艾伦 原帅来访 注意时间 这郭艾伦要打了 撤回来三分球 打进 这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回应球 在打到最后三四秒的时候 需要靠个人能力来攻坚 郭艾伦又再次站了出来 也就是从那个暂停回来之后 郭艾伦是一个两分 一个三分 拿了五分 虽然也有两次三分球没有投进 但是没有改变他在外线 想要去有所发挥的决心 再转一道若侧 葛招宝 拿球就投 还进 每一个人今天在场上 山西队拿球之后 没有任何的犹豫 其实葛招宝像这样的进攻 在常规赛并不多 但是到了季后赛 尤其是从打广州这一轮开始 因为他们打满了三场比赛 葛招宝的进攻 他其实是有外线投射的 但是从未看到他这么坚决的处理球 从拿球到把球举起来投射 速率也加快了 因为他再慢一点可能就要被干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坚决 可能提高了命中率 辽宁的进攻篮板 抓得不错 从明晨再给到顾爱伦 传接球有问题 还是场上五个点能投 辽宁队的防守要贴紧 低位 有高度优势 赵纪伟在不断地去干扰 袁帅 赵纪伟在低位去防张春军 这次是成功的 虽然他在身高上没有优势 但是他在下盘 已经不断地去干扰 破坏了张春军的进攻节奏 反击二打一 袁帅要三分球 出手再进 今天以跑功著称的山西队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三分四十八秒的时候 就已经拿到了二十一分 上一场比赛 第一节双方是战成了二十五比二十 足以见的这场比赛呢 山西队在进攻端是做足够的准备 而辽宁队的进攻 目前来看 还是以怪伦一个点为主 其他点的配合并不是特别好 目前我们在辽宁队的进攻端 没有看到辽宁队在内线做太多的文章 目前这十分球里 贡献这十分的分别是 郭艾伦跟张振林 是每个人各拿了五分 其他点都没有得分 福格上来是四中零就下去了 这是葛昭宝便利一个方法 葛昭宝看到韩德军 韩德军防得也很积极 在三分前外一直是给压力 但是呢 让韩德军这样一个特点 然后呢 防到三分线以外 葛昭宝面框持球打韩德军 这样的画面呢 还是不多见 远帅 换下换上周占东 因为现在比赛开场这个节奏 一直是在山西队手里 山西队也是很高命中率了 这会让辽宁队应该是比较难受 太能投 投得太准 当然了就是山西队投得准 辽宁队并不需要去为此而感到急躁 因为这个手感火热 你就先从防守做起 尽量地用高压防守来破坏山西队进攻的节奏 而进攻端自己再慢慢去找感觉 对 就这样打进打出 落阵地 稳住节奏去打 这样会好一些 福哥呢重新再回到场上 效果呢会好一些 因为刚才呢 很明显上来整个人有点发紧 所以杨明知道呢 也是作为一个调整 让他先下来 回回神 再回到场上效果还不错 加法也中 重新回到场上 这快速拿到了一个2加1的机会 山西队的落贝呢 这球在顶湖区域 反跑没有太好的机会 底脚锁住 周湛东 再转移 时间不多了 葛昭宝突然一个加速 这球被抄掉 这葛昭宝面宽攻 哦 漂亮 差了一点点啊 张震灵这个球在空中还是在调 但是球给了稍微有些大纵观半场的 一次空间配合出现的失误 金志强 再回给张宁 现在进入到山西队轮换阶段 小军本应该失忆这球 是不是张宁有一个 挤靠的大幅度的动作 杨宁知道也是在投诉啊 张宁也是过来跟台湾员主动示意一下 现在山西呢 是上了两个力量型的一二号位 这个套阵中的就是主要来防了 哦 漂亮 代表 体队在第一节暂停回来之后还是稳住的局面 尤其是 陈爱伦能够快速的用三分球 包括像福格再次登場的2加1 還穩住了一些局面 但今天搶開局 山西隊是成功的 再落地位 同色拉開 好球 差了一點點 又是山西隊推反擊的節奏 張寧把速度加起來 面對福格的防守 先擠再擠 張寧現在真的是 浑身是勁啊 面對福格的防守 我選擇用身體先上 這個球呢就是張寧第一步 整個重心比較高 朝幾位就是越多防守能力很強的球員 一看你整個人站位是飄的 那直接加速就往裡走 突破分球找到了機會 而第一節呢 遼寧隊失誤也比較多 山西隊基本上都是 利用遼寧隊出現的失誤 打出了很多快速的反擊 張寧在今年這個賽季的季候賽 可以說是得到了非常好的鍛鍊 出場時間有保證 他的防守很積極 雖然他很多時候在得分上 可能並沒有那麼亮眼的數據 但是他現在也然已經成了 山西隊不可缺少的一個輪換球員 而且很多時候他是防對手的核心 外線座傳遞 最後一分鐘 利耀玉提上掛眼褲福格 壓縮防守 好球啊 這球傳的還是很膽大心細的 中間隔了三個防守人 所有人注意力都在福格身上 張盛林其實是這一輪系列賽裡 主要去限制西蒙斯的球員 而且這是遼寧隊陣中 從各個方面的身體素質來看 是最適合去限制西蒙斯的 身高隊得上 運動能力也有 趙紀偉 再給到福格 福格今天外線投手真是一般 這個時候遼寧隊的犯規是 是不太明確啊 因為現在12點2秒 剛才山西隊可能是要打最後一攻 然後用一個犯規來嚴阻山西的反擊 但是遼寧隊已經處於球隊泛滿狀態 這個犯規是直接送 張寧是上罰球線了 張寧上一場比賽是拿到8分3個籃板 上一場比賽是沒有罰球的 今天已經是多次站上了罰球線 罰進拿到6分了 這個替補輪換還是打得非常好的 而山西隊如果他單截能在30分以上的得分 就證明他的進攻效率是一個正常的水平 是符合他們的節奏的 嘿的漂亮 又是趙紀偉神出鬼末般的傳球 所以這個球打進呢 遼寧隊第一季得分來到了19分 而山西隊在第一季結束的時候是31比19 領先於遼寧本岡 今天呢在系列賽第二場 也是山西隊必須要贏下的比賽 他們做出了非常好的調整 我們經過節奸的休息 稍後回來欣賞雙方第二屆的比賽 中國人自古就有喝涼白開的習慣 金麥郎涼白開 燒開過的水可靠 更適合中國人的飲水習慣 金麥郎涼白開 全國銷量領先 玩滑雪就來雪樂山 雪樂山為冰雪賽事加油 中國人自古就有喝涼白開的習慣 金麥郎涼白開 燒開過的水可靠 更適合中國人的飲水習慣 金麥郎涼白開 全國銷量領先 戰馬能量型維生素飲料 提示您收看CBA賽事 站在一起 時刻善要 我的主場我做主 有能量放馬來 戰馬CBA聯賽官方贊助商 水中貴族終於所愛 白歲山邀引共賞CBA精彩賽事 水中貴族 白歲山 第一節過後 雙方的數據對比 從命中率來看 今天山西隊是高得可怕 63.2%的命中率 而遼寧隊今天因為開局 手感不是特別理想 第一節過後只有30.8% 替普得分是8對0 三分線外是9分對6分 快攻得分是12對2 這個數據其實還是不太符合 遼寧隊以往給我們的印象 12對2的快攻就證明了 山西隊利用遼寧的失誤 打了很多的快攻反擊 而在這個陣容的輪換上 山西隊也是激活很多的隊員 因為跟遼寧這樣的對手去比賽 那山西隊必須要有更多的輪換才行 因為在體能上 遼寧的儲備其實人員更多一些 那今天呢在內線的配置上 進入到大名單 我們看到富豪目前還沒有登場 更多的時候我們看到的 陽明指導用的就是李小旭跟韓德軍 西蒙斯撤出來要3分 再中 西蒙斯呢這是 這個賽季其實跟 莫蘭德是互換了東甲 西蒙斯之前是效力過遼寧 今天在第二屆上來的陣容呢 趙紀偉打1 福哥打2 張正琳打3 45號位的配置是李小旭和韓德軍 那張正琳這個球呢防得沒有問題呀 張正琳一直還是兼顧有球和無球 那西蒙斯一個試探步往回撤 張正琳這滑步也跟到了 那就是西蒙斯他有了觸手空間打進 這確實沒辦法 但是福哥今天如果投籃手感不好的话 他用了更多的突破 但今天篮筐底下站了比较多的人 我刚刚提到了福豪 在第二节披挂上阵 换下的是李小旭 因为福豪在双方首场比赛 他在篮下的很多小勾手 篮下的这种强打 效果不错 现在山西呢 他5号位阎鹏飞一个 然后呢4号位的身高又不是特别高 可以多去尝试一下篮下 不错的防守 但是周占东是跟裁判示意这个球 应该是碰了辽宁队最后出了边线 看看要不要挑战 这球呢队员自己啊 是可以跟裁判去示意 但如果真的要挑战的话 还是要主要练杨学增指导 去跟技术台示意 它就 175 就像个人练杨学增握了 就像个人说的 相互之类似各自身 但我没有大的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我都没那么高 主要是看这一下 就是看赵几北手臂上扬的这一下 因为呢 这个挑战呢 也是当做暂停去使用 所以双方都是抓住这个时间的 赶紧去布置一下 我们说呢 山西队给人留下的印象 尤其是这个赛季啊 一直是中宫亲手的球队 但是今天他们 有些时候呢 在防守的执行力上 还是比较突出的 今天对于篮下的收缩 脚下移动 提前的预判 做得很好 因为呢 像山西他去防辽宁 如果你一个摆一个 就是按照这个人员能力的配比的话 一个防一个就感觉防不住 但是呢 场上五个人的衔接做好的话 就真是可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就是 他今天开场之后的这种收缩能力 协防意识 包括对辽宁队想要去攻篮下 但是辽宁队的这个传接球 被山西队提前的预判 几次破坏掉 所以他想要去轻松地把球给到篮下 不是很容易 这个球呢 山西队最后被认定为挑战失败 那他这场比赛之后就没有挑战的机会了 那山西队就把这当作一次暂停来使用 好球今天啊 赵继伟真的是再次体现出了自己对于这支球队 整个的梳理 以及对于大局的判断 掌控 现在分差回到10分 自投自抢 周展东很积极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抢开局非常重要呢 山西队现在领先辽宁队10分 而且费尔德还有元帅 葛招宝 现在在场下坐着 所以现在就是山西队一个正常的轮换阶段 如果这一组对决 就是现在场上的这个阵容 山西队还能扛 扛到4到5分钟的话 再回到今天先发阵容上 那又是山西队非常有信心的一套配置 而且现在这个二阵的张宁上来之后 他和周展东 两个人你要按说 他们都是以防守建长 但是现在反而攻得还很坚决 赵季伟第一脚晃一枪 再来 西蒙斯自己来了 一打二 打进 西蒙斯他去面对辽宁的时候 一直憋了一口气 尤其是上一场 你就能感觉到 一直想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还是可以的 而山西队呢 对西蒙斯一直是比较信任 如果您一直关注这个赛季 山西队对西蒙斯使用的话 西蒙斯很多时候 他与菲尔德 临场发挥 差的还是挺多的 但是到了纪录赛的西蒙斯 感觉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伏格快速转移到底脚 复好 面对西蒙斯的防守 注意时间了 右手反击 三线拉开 张宁调整不点 再起造犯规 非常坚决 比赛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种 一股劲儿 就是要去心无旁骛 完全投入到比赛里 拿球的一瞬间 我就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就哪怕做错了 我也要这么做 就是坚决 郭爱伦呢 重新回到场上 因为在第一节球队 开局不顺的情况下 郭爱伦是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 帮球队 艰难的上分 看看重新回到场上 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 因为怪伦在双方系列赛 第一场比赛确实太准了 上来之后呢 立板狂澜简直是无法阻挡 所以看怪伦能不能再把自己的 比赛节奏调准到系列赛第一场 像一队这个全场扩大的防守 中线开始比战术 速毫比起到罚球线附近 两翼拉开 富豪沉底 韩德军在高位 韩德军也是作为原老将太拼了 韩德军现在的冲抢 每一次摔着一下 对于腰部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这么大体重拍在地上挺危险 现在争执的是给不给阀篮 但是财队员给了一个前场的底线球 击地 失误了 又是一次失误 西蒙斯加速冲起来 左手 韩德军的防守不错 跟进的延峰飞拿到球 但是脚下不稳 球权转换 郭艾伦推起来 调整步点 还是没上进 有跟进有篮板 富豪的跟进篮板球 平常很积极 这是为什么刚才在第一节 局面打不开的时候 提到了富豪 西蒙斯点是真正 今天山西队在外线 一直靠进攻 靠投射为主的球队投开了 那就证明辽宁队现在 对于山西队的控制是不够成功的 一样以往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山西队对于西蒙斯和菲尔德的使用 就是菲尔德打 打累了上西蒙斯 而现在打到系列赛的时候 山西队就开始选择性的 根据场上不同的局面 去选择到底是让菲尔德多打 还是西蒙斯多打一会 因为现在两个人上场状态都很好 甚至是有一些关键球的时候 让西蒙斯多打一会 因为他在对决上辽宁这一组的时候 他在风险上的高度 是要有些优势的 他的能力是有些优势的 菲尔德面对的是 郭艾伦和赵继伟这样 国家队的后卫 这样级别的防守 西蒙斯拿到了10分 六中四的命中率 山西还是守联防 二三 赵继伟在比较 这一个是扩大战备的一个联防 八级时间有些晚 还有五秒 张震林 西蒙斯 这篮板球的冲场也很积极 辽宁队呢 现在篮板球要全力的把握 先不管这个进攻的手感怎么样 篮板球先做好 对 像这样的球 千万不能再丢 篮板球 好球 莫兰德回到场上之后 篮下的一些积极拼场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篮下的一些积极拼场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篮下的一些积极拼场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为之前做过队友 所以延峰飞去面对莫兰德的时候 他也很清楚对方惯用的一些 脚下步伐和防守节奏 延峰飞上一场也是拿到了二加的数据 乖伦 甲头真传 漂亮 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像赵继伟这样的 及时雨的三分 中远头要逐渐打开 就一味的去扎篮下 现在效果不是很理想 因为山西队的收缩太快了 对 篮板球保护下篮 还是打到郭艾伦这一侧 富豪到低位 再转移到赵继伟 对 篮板球保护下篮 注意时间 这个球的最后用了一个跳步 这个动作也是摆开了打 时间呢 在这一节即将过半的时候 双方也都再次准备进行人员调整 西蒙斯 左侧底脚在做尝试 又丢一个篮板 又丢一个篮板 再起 打进 辽宁队这个篮板球啊 因为刚刚这个三分球包 郭艾伦的两分 已经是有一个起势的感觉 但是你丢后场篮板 这还是比较影响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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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兰德 挡下线 赵继伟 利用掩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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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轮换阵容呢 山西队打了比较长的时间 袁帅回到场上 西蒙斯应该还是留在场上 这个配置呢就是 张宁主防 袁帅主攻 张宁队防西蒙斯也非常辛苦 莫兰德很积极 但是今天辽宁队确实在篮下 没有打出统治力的表现 而且最基本的篮板球控制力 也不够理想 西蒙斯这段时间自己攻的比较多 感觉刚才在篮板球争抢的时候 两个人确实是绕在了一起 莫兰德 这是相同的战术 漂亮 对于这个进攻战术呢 山西队看怎么去应对啊 因为连着已经打了好几次了 应该连着打了三到四次了 有的是没投进而已 但是基本上都是成功了百分之八九十 机会都出来了 来 错位 这段时间感觉西蒙斯有点打不动了 看是不是可以调一下 来 这是一个身高差 西蒙斯 乖伦防得真好 下盘还是先锁住 然后再切 从明城反击的上篮打进 分差回到了个位数 其实啊 其实啊 就是感觉呢 刚刚梁宁队 连续三分球打进的时候 山西队应该停一下 或者说呢 应该再重点强调一下 现在呢梁宁队 凭借着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 出場 效率很高 拿到了10分 三個籃板 而郭艾倫今天的7分 也是球隊一度比較被動的局面下 很多強打打成 拿到了7分 今天的命中率來看 張寧的後來命中率是100% 這場比賽對於遼寧而言 他們已經拿到了系列賽的賽點 所以贏下這場 就可以與廣東隊會議師半決賽 而山西隊一看這場比賽就是 心無旁駛 全力以赴地去衝擊遼寧隊 剛才西蒙斯吃到了一個技術犯規 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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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急 因為過去的連續的幾個回合 西蒙斯打得有點上頭 球也不傳了 就自己想打 然後效果也一般 大家用神氣 捆球 遼寧又變了一個全場的防守 菲爾德回到場上 現在山西隊的場上正如元帥 張寧 菲爾德 這是1 2 3號位 吹的阻擋 加上打的 加上打的 比賽 加上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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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麼打的 加上打的 现在这样的投手 包括像今天下午比赛的吴浅 防守的一方就是不能给他空间 不能给他抬手的空间 好球啊 然后你对三分前外终于开张了 这次是换成了从明晨 在右侧底脚的三分球 现在就是不给空间 不给袁帅空间 不给他担心了 导致呢元帅出球也有些量抢 还有六秒 费尔德就要自己来了 赵玉伟 郭艾伦 从明晨 再回到郭艾伦手里 掉篮下这是一个绝对的大空档 加油 赵玉伦 辽兵队呢凭借着自己稳扎稳打 逐渐的将分差缩小 而且追分呢还是他们 在打开局面之后 内外的衔接 相互的牵制 逐渐的又是把比分打了回来 而山西队凭借着延峰飞 在篮下的这个抛头 先稳住局面 快速的切入 对 先给持有人压力 推反接 张宁 转到元帅这一侧 这一节呢 首先是山西队 他的投篮命中率相较于第一节 下降了很多 因为现在场上的这个攻防转换节奏 包括对抗的强度在升级 所以呢就是以投篮为主的球队 面对着更加高压的逼迫防守 有些球我们看到 虽然投篮队员面前没有防守人了 但是命中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之前他摆脱消耗了太多的体囊 好 延峰飞也投开了 今天山西队投的准啊 葛昭宝跟延峰飞投的准 场上了五号位投的最准 这是山西队 威胁比较大的一个位置 就是不跟辽宁的内线 四五号位在篮下去拼 身体拼不过 所以呢就拿投篮去对抗 张宁的积极拼抢 就是为球队拿回了一次球权 就山西呢到最后 到最后的最后还是投篮 就看看辽宁能不能N得住 接着投 再来 山西队凭借着连续的三分球 重新又拿回了10分以上的优势 第二节还有一分40秒的时间 场上比分55比44 乖轮 中距离再转到外线 富豪 好球啊 富豪这个篮下的小勾手 小抛头太稳了 从上一场比赛就能够感觉到 所以呢今天 虽然它是内线轮换里出场交板的一个位置 但是上来就有效果 莫兰德是真积极 需要为球员这样的拼劲去点赞 出机会 调整一步 投了一个过桥 这是比较少见的 篮板球收下来 快速推反机 菲尔德 前场 二打三 圆帅 再转若策 这个球传的有点大 传球没有传好啊 传球没有传好 今天呢 山西队因为他场上派出的球员都能投 所以他 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 他在这个强若策球的周转 传导上速率非常快 辽宁的防守只要去掐到强侧 更多的防守重心偏到强侧 迅速去往若策转移 这球权最终是判给了辽宁队 福豪这上半场打得不错 也在第二节快结束的时候换下来 鼓上线放下线 莫兰德起 辽宁队被盖了 又是反击的机会 辽宁这一节比赛犯规数控制得不错 这只是球队本节的第五次犯规 还有26.1秒 打到第二节的中后段呢 山西队还是有着不错的篮板球控制 包括第二节 也有很多的金红篮板球冲抢 这是今天的通过积极的尝试 为自己争夺的一些进攻的机会 菲尔德压压时间 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 尽量少的留给辽宁队时间 转移到行志强 墙头 太难了 还有时间 迅速凑动反击 再给 下得很快 没有角度了 这样的话呢 半场比赛结束 55比46 在系列赛的第二场比赛 山西队拒绝横扫 拿出了非常强势的半场发挥 而辽宁队第二节通过调整 有回暖的迹象 也希望他们积极的调试 我们经过中场的休息 稍后回到中场评球环节 来我家吃烧烤 郭圈无烟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肉呢 看 真没啥油烟吧 整个嘴巴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有能量放马来 战马CB联赛官方赞助商 以保至本清润菊花茶 记忆中的味道 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张一元龙豪 要您共赏尖采赛事 明显珍贵绿茶 经过八次印花 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 张一元龙豪 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水中贵妇 百岁山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提示您收看CBA赛事 站在一起 时刻善药 窝的猪肠窝坐住 有能量放马来 战马CBA联赛官方赞助商 嗨 喜欢这个味道吗 嗯 我喜欢 甜甜的 这就是喜欢的滋味 用心配才对味 来我家吃烧烤啊 锅圈无烟烧烤锅呢 早就备好了 肉呢 看 这么没啥油烟吧 终于可以在家 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以保至本清润菊花茶 记忆中的味道 燃动精彩 一路相伴 以保邀您见证 每一个中国时刻 以保 中国国家队合作伙伴 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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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你我的遗保 燕小厨精致燕窝 与您共产体坛盛世 为体育健而加油 水中贵妇 百岁山 陈文静 韩聪 中国选手获得了冠军 这是中国花样花兵 在冬奥会历史上 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他们为中国冬奥代表团 获得了第九枚金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在第二节作为辽宁队来讲 他们内线人员储备更加的丰富 而且向富豪上场之后 他能够很好地去承接内外线的一些配合 在中距离也有很好的表现 稳扎稳打 逐渐地又重新找到了进攻的比赛感觉 第二节还是追回了一些分数 尤其是第一节落后太多 也让他们可能这比赛提前紧起来 未尝是一件坏事 下面我们又进入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为您带来的超级回放 我们来看着上半时比赛的急紧 来重温半场的一些比赛情况 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说它对于双方的意义有所不同 那么辽宁是大比分领先 他们也一定看了 他们今天在广东和浙江丑州比赛 没结束的时候 我就通过转播画面 看到了富豪张志明 他们以前提前来到了现场 去看着下午的比赛 他们也一定是已经做好了 去冲击广东队的准备 但是这比赛还要一场一场地去打 这个系列赛没有结束 就必须还是要把注意力 着眼于现在的比赛 要继续认真研究对手的特点 而面对袁帅 也是前辽宁队的球员 袁帅这场比赛开场 他 张春军 费尔德 葛昭志强 就再一次就打出了 他们的快打旋风 在场上出机会抬手就有 而且有一些调整球 让费尔德加速 突破 包括昭志强 包括葛昭志强 在第一节有着很多不可思议的 一些快速率的出手都能够打进 而辽宁队在第一节前十分球里 五分来自于张振林 五分来自于郭艾伦 而今天上来之后失误也比较多 第二节双方对于失误的控制 还是比较成功的 半场比赛的失误对比是八对六 目前山西是半场八个失误 所以第二节辽宁队在控制自身的失误 以及逐渐地通过三分线外 打开了局面 也有了更多的突破分球 赵继伟呢 他是上半时辽宁队的 就是扭转比赛局面的核心成员 他的重新的组织梳理 盘活着球队的进攻 以及对于重点球员针对性的防守 包括当西蒙斯一度打的是 手感爆棚的局面之下 辽宁队就掐你最热的点 掐住了西蒙斯 把西蒙斯换下之后 重新再回到场上 那段时间 其实山西队还是非常难受的一段时间 但后来随着像 颜鹏飞 像其他点的三分球 再次找到手感 又帮助山西队稳住了局面 从明晨 他上场之后 一定是收到了杨明指导 给他的重点布置 他经常投的比较多的是两个底角 以及45度的时候会投一些 初级会要投 所以今天你看他在拿球之后 三维鞋底先举 先描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整 另外就是莫兰德在场上 他的积极性 对篮板球的冲响 尤其是一度 我记得是连续让山西队 抢到了进攻篮板 莫兰德面对自己的老东甲 还是在篮下给出了 非常强势的回应 我们来看看半场比赛过后 双方的一个数据统计 得分是差着9分 篮板球半场 那山西队还领先了一个篮板 助攻12对10 犯规是7对11 三分命中率 目前辽宁队只有26.3% 而山西高达4成以上 内线得分 这是双方内线实力的一个对比 18对28 快攻16对6 今天的辽宁队快攻还没有打出来 24进攻9对4 这是山西队领先 替补得分29对21 三分得分21对15 半场比赛的张宁的表现 可以说是再次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10分5个篮板 菲尔德4个助攻 对上这郭艾伦的5个助攻 看看下半时 山西队先从防守 看看怎么去布置 是否还是会继续地去 用更多的联防 来考验辽宁队外线的投射 还是要主动变 因为你一直守联防 如果辽宁队投得不够理想 可以一直这么守下去 而辽宁队很明显在第二节 也基本上适应了这样的一个防守策略 我们继续回到现场 来收看四分之一决赛 辽宁与山西下半时的比赛 辽宁队在下半时的比赛 下半时还是沿用了首发的一套阵容 山西队还是用的比较熟悉的一套阵容 而辽宁在下半场 他内线排出的是让韩德军去搭档李小旭 外线是福格郭艾伦 再加上张建林 基本上还是沿用了开局的配置 呼 cod答攻� cał 冲起来 哦哟哒 这球上在篮脖子上了 群球 阐口 这边张成军在防的时候 撤了一下 地板可能有些打滑 滑倒了让福哥 下一步没有兜出来 那福哥呢 他防守先抢 先抢上线 先堵上线 然后他知道了 袁帅要通过这个掩护的向上提 所以也是导致了 沙翼出现了一次失误 底线这个交叉 没有跑出来 再转移 出现了失误 横涮球失误了 山西队继续推 贝尔德直接投了 好球啊 山西队今天就抓这个手转弓的衔接段 抓辽宁队的立足未稳 就这样闲阶段的机会很多的 因为一旦进入到半场阵地 摆开打不太好打 所以很多就是闲阶段的机会 山西队如果能够把握住的话 还是可以占据上风 已经有八次抢断了 八对四的抢断 伏格 左翼四十五度 张建林 左侧零度角在座场时还是没有 后场球 申请求求 下半时呢 我们还是重点去看看两个球队 在进攻端的命中率的对比 山西现在就是还是在自己的正常的进攻节奏里 他们以投为主 投抢 打得很简单 因为就这些配置 能打出来 就把自己的这个最核心 最有把握的比赛方式能够打出来 那他就是最舒服的比赛 而辽宁队呢 现在依旧在下半时 是考验他们远距离投射的比赛 而且呢 在心理上 必须要谈到的就是心理 山西的现在完全没有包袱 拼一场试一场 所以在这些很多的投篮的选择 处理球上完全没有包袱 接着百联防 比赛区留到了左侧底角 两个人去照顾持球人 再做尝试 这次有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辽宁队今天 他在下半时还是去 要在进攻端打开手感 才有机会 不然山西队就一直守 就这么守就可以了 因为效果好 这儿就继续推 这儿就继续推 又是先阶段 这是元帅的节奏 可惜没有打进 葛朝宝从身后拿到了进攻篮板 再落半场阵地 徐志强这是他的投射区域 轻易不能给 漂亮的风盐 虽然过掉了第一层 李小区的防守 但篮下还有莫兰德 随着这个球打进之后 现在分差回到了五分 两个球的差距 元帅有一个停段 还是联防 张志林远距离三分球 短了 现在辽宁队追分势头非常猛 山西队通过暂停了 先打断一下对手的追分节奏 来自己稳住局势 中国人自古就有喝凉白开的习惯 金麦郎凉白开 烧开过的水 可靠 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 金麦郎凉白开 全国销量领先 明显珍贵绿茶 经过八次印花 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 张一元龙豪 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水中贵族 忠于所爱 白岁山邀您共产 CBA精彩赛事 水中贵族 白岁山 我来看看双方的数据 目前快攻得分19对10 山西队继续占优 内线得分 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替补得分29对21 三分线外的表现是24对18 其实还有一个数据 跟大家要做去分享 中距离的投篮命中率 今天山西队一直是保持着不错 中距离得分10对0 目前辽宁队没有中距离得分 要么是在篮下 要么是在三分线外 其实中距离还是一个比赛 比较关键的一个进攻区域 看暂停回来之后 山西队如何去调整 现在辽宁队的追分非常快 回来非常好 用一个中距离打进 就今天这个中距离 是山西队比较占优的一个发挥 因为以前辽宁队呢 李小旭他这个大号两分 一直让大家津津乐道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 针对性的安排了 李小旭基本上也不投篮 都是帮队友去创造一些机会 就是大号两分 这也算中距离 在今天山西这个中距离 可能在现在这个最关键的时间点上 会帮助到他们 而就是打辽宁队呢 两个四五号位 防不出来 或者说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山西接着手联防 郭爱伦这次用一个简单的掩护 压到中距离 哨声先响 裁判给了一个走步为例 这个球呢慢动作回放 李小旭有意识地向前抢一步 但是离得太远了 好球啊 葛招宝这一点掀开 葛招宝一开呢 菲尔德呢他就会 身体身前的压力会小一些 那等于说这个暂停叫得很及时 回来之后呢连续拿到 几分之后分差回到了十分 左侧底角张志林 今天他投的比较多 好球 他打到这样的关键型的比赛 对于张志林的球队 过关两端都很依赖 防守端 西蒙斯在的时候 就是让张志林去防 进攻端 现在要的是他的外线的篮子 错位直接逃 接着连防 有点货 进攻篮板 再重 分差又回到了五分 太快了 分球到篮下 造犯规 三体 三体 四体 四体 三体 一手奔小 辽宁隊讓莫蘭德打的時間 其實是比較長的 就是把莫蘭德換下 再次把福格換上 換上韓德軍 另外外線也做了一個調整 赵吉北夏换上了顾艾伦 曼兰德他现在身上有四次犯规 如果留到第四节关键时刻用的话 现在先做一个保护 如果第三节最后这4分42秒 再领到第五次犯规的话 后边会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这应该也是进入到 一个常规的轮换时间点了 张春军他在季后赛 在罚球现场的表现 一直不是很理想 目前只有33.3%的命中率 但不可否认的是张春军 现在在防守端 给球队的支持非常大 5分的差距 现在辽英队的感觉就是一道卡 而且5分一直没有迈过去 底脚张春军相同的位置 再来再中 又是张春军三分球 打开了5分分差这道关 现在分差只有2分了 压力来到了山西队这一边 西蒙斯一打二 这球很难 因为辽宁队对于西蒙斯 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这场比赛 对于西蒙斯的打法 也是越来越熟悉 基本上就是给他织一个网兜 先把人引进来 引进来最后这个斜防很快 最后一转身的总是撞在墙上 今天山西队一直做得很好的一点 在无论是外星的突破 还是内线球员篮下的强攻 同侧斜防 弱侧收缩 做得始终是非常充分 也就是说呢 他们一直是打团结 打团队篮球 彼此之间呢就相互依靠 比如说单防防不住吧 队友之间 斜防就是1.5的效果 又一个进攻篮板 怪伦外线 今天怪伦的点似乎是跟第一场比赛 有一些差距 福格这个进攻 二次进攻打进 现在分差呢是被抹平了 只有 又是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67比67 打了一波10比0 杨孟菲面对韩德军的防守 选择了正面手递手 再给到篮下 空间太小 要看看时间 再兜一圈 加速突破 好球啊张宁 张宁这个球呢 其实他不是一味的 没有机会去兜 而是边往处兜大圈 边在观察 一看呢 辽宁队的45号位 都在游击区以外 所以兜了一个大圆 再次绕回到篮下 上篮打进 第三节剩余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这段时间是双方 可能也是本场比赛 最难熬的一个时间点 谁能够在最后的三分钟 控制场上的主动权 带着领先进入到第四节 在心理上 在情绪上 在比赛的感觉上 是有所不同的 特别是对于山西队 那么他领先了上半时 包括前三节的大部分时间 如果他们还能带着领先 进入到第四节 尤其是他们从常规赛的排名是 第八 第九的位置 面对联盟的领头羊 能够在这样一场生死战的比赛 还四节 进入到第四节的时候 都领先的话 这毫无运是非常鼓舞士气的 而辽宁队如果能够 把这个比分搬回来 之前最多落后快20分的时候 能把比分搬回来 这在信心上也是不一样 但是今天山西队的对于辽宁队外线的防守 你看到张宁 周湛东 这些上场的球员 他们都是全力以赴 对于自己的体能毫不领袭 真的就是把每一节都当第四节 去铺抢防守 那这样的防守态度 最直接的体现 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而且呢 这样的防守 给他们自己带来一项正面的激励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考虑到 就是体能下降也会非常快 所以这第三节剩余的三分钟 加上第四节刚开始的三到四分钟 这七分钟的时间 对于山西队而言是比较关键的 而辽宁队呢 他现在已经把之前的分差抹平了 所以他们现在是需要继续 延续这样的比赛感觉 今天顾爱伦在三分线外呢 八头只有一撞 上一场比赛三分线外是弹污虚发 辽宁队又一个进攻篮板 现在山西队篮板球的控制上 出现了问题 福格 打进 这个比赛一点点的往回扭 扭转 需要山西队快速的给出回应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投射 三分球应该是算 只不过是吹了西蒙斯的一个 就是 这个俗称是假摔 就是诱导裁判给出犯规的一个假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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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次记录犯规 那这个西蒙斯后边就不能打了 应该直接给罚下去了 那这是本场比赛出现的一个 比较大的转折点 西蒙斯如果是被罚掉了 现在已经被罚掉了 那后边只有菲尔德能上场了 那么双卖元现在就变成单卖元了 现在可能确实是山西队本场比赛 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了 刚才我们还是说第三节最后这三分钟 加上第四节回来的三四分钟的时间 是山西队比较困难的 那这个最困难的时间点提前就来了 这个球给了一个假摔 这个角度看的不是特别清晰 所以似乎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碰撞 刚才那个角度是 从另外一个侧面角度 应该再给看一下 到底那个下盘有没有带到 就如果带到了 他认为双方都没有脱离自己的圆柱体 那其实下盘有碰撞 应该也值得上去 如果是下盘真的有接触的话 西蒙斯倒地了 那可以值得上去 如果是双方都没有侵犯对方的援助体的话 那可以不吹 但是这个技术犯规还是有点突然 但是对于山西队而言 现在这个已经成了既定事实了 他们需要快速的调整 看看现在进入到一个相对困难境地的 山西队能不能再迸发出更多的能量 也看看辽宁队能不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建立起更多的领先 篮下抛头打进 这是一个能够暂时短暂平复心绪的一个球 张宁篮下再拿两分 分差来到一分 今天这场比赛 张宁可以说是球队板凳齐上站出来的关键先生 尤其是现在菲尔德打不了 现在外线的轮换还是以国内球员为主 那么有的时候呢 可能在第四节 杨迅特赵还会面临着 到底上菲尔德还是西蒙特 现在没有这个烦恼了 现在直接一个人来吧 打箭 菲尔德果然啊 自己的这个情绪比赛状态 开始主动去刺激 就是人在场上这种表达呢 一种是主动的调节 一种是主动的释放 另外就是外界给他的刺激 像现在就是外部困难重重 内在有非常强烈的取分欲望 又要看一下即时回放 看看刚才这个球 两个人发生碰撞的时候 动作重新要界定一下 要看看韩德军在背后这个动作 韩德军他本意应该是 是不是想要去保护一下菲尔德 因为他感觉收不住了 直接就是收一下 然后护着菲尔德的身体 但是如果这个球 裁判人是从后边抱人的话 应该是会升级有可能 给了韩德军一个围体犯规 сил堂动狀 杀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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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17.5秒 山西队进攻时间14秒 这同侧拉开了 强测着一对一 贝尔德面对怪伦的防守 直接拔起来投 打进 这球太硬了 山西队在第三阶最后时刻 还是建立了一定的优势 怪伦抢一个 三节比赛战霸 82比77 山西分九股份 三节过后继续保有 对比赛的领先 领先辽宁队5分 这场比赛的注定是一场 拉锯战持久战 就看看双方队长比赛的准备 谁更充分 谁的执行力更强 我们稍着休息 一会回来 中国人自古就有喝凉白开的习惯 金麦郎凉白开 烧开过的水 可靠 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 金麦郎凉白开 全国销量领先 新一代体质能量 强化型运动营养饮料 体质能量 勇往直前的力量 中国体质能量 中国人自古就有喝凉白开的习惯 金麦郎凉白开 烧开过的水 可靠 更适合中国人的饮水习惯 金麦郎凉白开 全国销量领先 康圆助力健康生活 康圆药业 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孩子咳嗽 妈妈揪心 儿童药精正口服液 会热 止咳 趋痰 中卫儿童研制 甜甜的止咳 康圆牌精正口服液 宝宝健康 妈我开心 燃动精彩 一路相伴 宝宝邀您见证 每一个中国时刻 宝宝为70余支国家运动队 提供安全纯净的饮用水服务 更陪伴生活每刻 宝宝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择 三节比赛过后 费尔德拿到了18分 命中率高达44% 在第二节呢 球队主要以西蒙斯为主 所以给他时间不多 那么他在第三节球队 被辽宁队追上之后 承担起了球队的重担 我们继续来欣赏 山西粉丘股份和辽宁本钢 第四节的决战 杀手接着来 张志宁今天在这边的篮筐 以及这边篮筐的左侧区域 这是他的投篮热区 底脚和上提30到45度的时候 是最准的一个位置 今天张志宁真是在侧翼 给球队带来了极大的支援 郭艾伦给到底脚 富豪也在这个投篮热区做尝试 看来这不光是张震宁的投篮热区 这是辽宁队的投篮热区 富豪的野篮 那么下半场回来之后 以及第四节回来之后 辽宁队在外线的这个积极的手感回暖 这是一个很好的调整 这球自己是真硬啊 张宁同侧底脚 元帅已经空了的情况下 自己面对辽宁队内线 一定要强打一个打劲了 所以大学生球员来到CBA联赛呢 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身体对抗 是不是有点弱 跟青年队上来的有一些差距 但是通过积极努力的训练 以及自己很要强的这样一种表现 还是证明了自己 对抗也一点不差 郭艾伦 加速向内切再多分球 就是进入到热区 那这次呢 山西队明显着照顾这一侧 哇漂亮 又一个三分球 梁军队在第四节一回来 在外线掀起了三分狂场 又是张震林 现在就需要山西队的回应 秦志强 野兰 白线 黄一枪往里走 有意识地去突破分球 进攻时间不多了 再到张震林 换了一个角度 这球弹道很正啊 因为张震林你看 他现在这个投篮呢 还不是跳投 他是把球拔起来 有点 就是 又不是完全的跳投 但是整个是一个 起跳高度不是很高的 就是颠转跳投了 这样一个投篮状态 所以他很多时候 他这个网上举球这一瞬间 但他其实这个突破的威胁也很大 进攻犯规 现在呢 大家就说投篮 喜欢去分析这个是 1 motion 2 motion 很多球员呢 他还是介于1.5 motion 在找底角复好 换了一个方向 贝尔德 之前呢 在第三节 新疆结束的时候 在这个区域命中了一个三分球 但这个球呢 是加上了 应该最终还是算了一个三分 三分球 山益继续摆联防 富豪就在四处度这个内部 张静静现在投出信心了 信心来了真的是挡不住 那山西看要不要变啊 现在这个联防呢 俨然辽宁队的已经适应了 但是现在呢 山西队的进攻也 毫不示弱 你进我也进 双方又回到了评分 双方又回到了评分 现在就是看看这个焦灼时期 谁能够顶得住压力 接着23 到篮下 富豪真是这场比赛 辽宁队的一个 把比分翻回来的绝对的功臣 菲尔德 现在菲尔德 他很清楚现在球队面临的困境 所以自己开始 直接要去承担比赛的责任 把球队扛在自己肩上往前走 而这个时候一旦菲尔德 吸引更多的防守火力 那么侧翼一定要有呼应 一定要有牵制 一定要有补充 郭艾伦也来 今天整体来看 投篮热区 确实是在这片区域的左侧 菲尔德 双方现在开始的对轰大战 但是这样一种对轰大战 其实是山西队最愿意进入到的节奏 这两直由 还会有地方 他在他上台 他律师 在这儿 你也认为奏 最近太过了 这些就是人 这个情况 你也认为奏 他是不想的 他就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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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认为奏 他就说他 山西 這場球的重要性呢 對於山西隊是不言而喻的 贏進入到決戰 第三場的決戰 那麼輸掉比賽 結束這個賽季 而且我剛才做出了比較大膽的一個推測 確實是 現在是進入到了山西隊 一個比較吃力的階段 而遼寧隊現在也需要去頂住這一波 山西隊的連續的狂轟亂炸 不過呢一整場比賽的聯防 遼寧隊也適應了 所以他們在最要勁的時候 最關鍵的時間點 三分線突然全隊都打開了 那麼這對於山西隊而言是比較困難的 我這兩分交錯來領先 張寧 面對莫蘭德的防守 砸得很深的位置 自己抢 之前的张宁跟郭艾伦 这也是在 在这个篮球节目当中呢 是有过合作 但如今又来到了职业联赛上 两个人成为了对手 而且张宁还有不错的发挥 这确实也是一个 非常励志的故事 菲尔德再来 继续造犯规 郭艾伦主动上来去 帮莫兰德去平复情绪 现在正在要劲的时刻 莫兰德领到了本场 个人第五次犯规 现在还有6分35秒 半截多的时间 费莫兰德通过罚球 再次帮助球队反超了比分 二十四五号为提到了胡鼎 驾兰德承 监浩德 卢兰德 四五号为拉开 提到顶部给他去做一些空间 直接掉篮下 这个球赵纪伟手很快 赵纪伟和菲尔德两个人都属于这个速度极快 下手也很快的外线球员 刚才这个转瞬即时的机会当中 还是赵纪伟拿到了球权并且转换成了得分 葛昭宝 今天他之前呢篮子一直不错 现在双方感觉体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是都需要咬牙坚持 赵纪伟三分球再中 刚才一个两分 再加上这次的一个三分 转眼前分差来到了六分 现在双方的体能都非常吃紧 但是山西队呢 感觉因为他这一套阵容呢 其实打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对他们而言现在又是进入到了比赛的一个困难的节点了 体能下降通过转播画面是能够感觉到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去 他们面对辽宁队这样强劲的对手呢 他们确实是需要拿出比平时更多的力量去对抗 去防守 所以很多场比赛 就是你到最后能不能顶得住 拼的就是你的轮换阵容深度 以及球员绝对的实力 赵基伟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体现出了他对于辽宁队的价值 赵基伟十三分 六助攻六个篮板 极为全面的表现 现在就是双方都累 都是咬牙坚持 5分22秒97比103 葛兆宝运球过半场 球来到张宁手里 沃兰德在顶湖去防葛兆宝 赵基伟现在眼里只有菲尔德 你去哪我去哪 抹到篮下 葛兆宝 手腕上的控制 这个时候还是显得非常宝贵的一个小技术 因为感觉身体已经摆给莫兰德了 真的是已经扭不过来了 但是手上还有感觉 张志林 篮板球 富豪在篮下强势的二次进攻 打进的同时还要上罚球线 所以就是山西的内线 葛兆宝和颜鹏飞 这两个点以外 其他人确实顶不上来 而辽宁的他内线 首先是从年龄上来讲 年龄结构要更年轻一些 冲响更积极 还有就是人多 现在侧翼是需要给支援的 好球啊 张宁这个 非常隐蔽的篮下底线附近的走位 18分了 这样比赛呢 张宁一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这场比赛对他来讲很重要 对于山西队来讲也很重要 又是基地 球领着人走 转出来 郭艾伦调一步 三分球 短了 张志林的进攻篮板 几乎同样的位置再来打进 表演队现在呢 把分差扩大到了7分 比赛还有4分钟 是啊 现在赵季伟开始 开始展示自己对比赛的 沉浸式的比赛状态 还是有劲儿 郭艾伦在相同的位置 第一次没有投进 第二次拿到的进攻篮板 转给他再做调整打进了 菲尔德加速切入 空中大力 打對抗 造犯規 這邊呢 菲爾德一次又一次的 殺到遼寧的內線 怪盜在跟裁判失憶 但是已經吹罰了 這犯規吹罰是 是既定事實 這個時候呢 菲爾德自己呢 去帶領球隊往前走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山西隊現在想要 盡可能的縮小比分差距 必須得有支援 光菲爾德一個人呢 就是哪怕菲爾德一次又一次 可以打進 但對他的消耗很大 這個時候元帥呢 看看能不能來到場上 給他一些側翼的支援 現在山西隊外線 其實是三個後衛啊 元帥 張寧和菲爾德 四五號位置 秦志強和葛昭寶 再轉移 郭艾倫 左翼 又是一個長籃板 張晨霖今天就是拿球就投 拿球沒有絲毫的猶豫啊 張晨霖應該就是 首先是隊友相信他 就自己對自己也是無比的自信 就低頭 似乎都沒有看到他瞄籃 把球拿起來就投 反擊多打少 郭艾倫自己來 籃板球要收下 又是遼聚隊控制住的球權 這一攻一防非常重要 看山西隊繼續守聯防 三分球 現在山西隊籃板球吃緊了 已經感覺 腳下挪不動了 體能下降是非常明顯的 郭艾倫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遼聚隊 他的整體實力是得到體現的 因為感覺他們在場上 我們就是 拋開技戰術層面 拋開 投籃 拋開各個方面 就說體能 現在遼聚隊是佔優的 而山西隊現在球員的場上很努力 但是如果去 跑過馬拉松的觀眾 或者說在場上 打過全場的觀眾 你會知道 在場上 體能下降到一個 這個節點的時候 真是腳下挪不動啊 你大腦都已經滑過去了 腳下就是動不了 兩個人去照顧持球人 時間不多了 再往裡走 漂亮 這一球 張正林還是殺得非常堅決的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其他點沒有支援 再來看張正林 這一場比賽 他在球隊跟對手 一直僵持不下的局面之下 他給了球隊極大的支援 在外線面對聯防 今天遼寧隊上半場 一直打不開 就是三分球效果不好 那麼張正林在關鍵時刻 可以幫助球隊 承擔起這個責任 還要走 往前看 掌握 快點 我取消了 久了 回去了 來 快走 隨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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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京現在領先著9分 比賽還有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他們手裡握有主動權 現在可以控制一下節奏 並不急於進攻 籃板球 這是最近幾個防守回合 山西隊第一次穩穩地摘下了後場籃板 現在雙方9分的差距 96秒的比賽時間 遼寧隊變全場防守 加速推進 現在出機會還是要果斷攻 也看遼寧的防守 張智琳擠得不錯 轉到底角形至強突破 空中打對抗 遼寧隊又是一次出色的防守 落到半場也並不急於進攻 接著控制時間 突然地上搶 這應該是個違體犯規 這場比賽呢 張寧已經是要拼到抽筋啊 突然地上搶 這是面對國家隊的後衛 張寧 在趙季偉希望控制比賽節奏的時候 突然地一個上搶 造成了趙季偉的違體犯規 雖然現在比分領先 我們看到郭艾倫還是非常有經驗的球員 這個時候呢在張寧罰球的時候 他把隊友叫到身邊去強調 去再細化一下接下來的比賽內容 雖然球隊領先比較多 但是比賽還沒有結束 作為遼寧隊 他們現在需要把最後的 這67秒的時間 每一秒都處理好 而山西隊他們也要把這最後 1分07秒的時間 要抓住機會 最後一搏了 山西隊在兩罰一致 這是一個前場背線球 目前的分差是7分 對於落後的地方來講 現在還是有機會的 完全拉開一對一 菲爾德面對趙季偉的防守 左左手不給 拔起來投 打進關鍵球 強硬的三分球 現在再續一命 還有四分的差距 這一攻一防 將決定本場比賽最終的走勢 菲爾德36分三分球 十二中七的命中率 富豪這個掩護位置掛得很高 迅速出球 趙季偉再找到郭艾倫 45度切入中距離 關鍵時刻中距離的出手 籃板球 又是關鍵籃板富豪摘下來 再次嘗試籃下 這個球啊 富豪在籃下已經埋伏了很長時間了 關鍵時刻籃板球沒有保證下來 對於山西隊是致命的打擊 現在需要搶機會了 不然時間不夠 菲爾德 往裡走 很可惜這個球沒有打進 山西沒有再犯規 那這樣的話這輪系列賽 最終的比分是109比115 山西分球股份 是很遺憾 沒有擊敗強勁的遼寧本剛 從而在系列賽裡 遼寧本剛是以2比0的總比分 淘汰了山西隊 他們昂首挺進了四強 昂首挺進了半決賽 雙方也是在場上拼著刺刀劍 在場下都不是好朋友 尤其是兩個球隊 無論是外援的交流 還是像袁帥這樣的球員 之前效力過遼寧 這輪系列賽還是讓我們看得大呼過癮 而遼寧隊再次向著他們冠軍的目標 發起衝擊 那麼這個半區呢 半決賽的兩支球隊就已經落位了 首先就是今天下午 已經提前拿到半區名額的廣東隊 而另外一支就是遼寧隊 最終的比分呢是109比115 遼寧隊呢戰勝了山西隊 他們昂首進軍了半決賽 我們相信這場比賽大家 無論是對於遼寧或者山西的觀眾來講 確實是一場酣暢淋漓的體驗般的比賽欣賞 兩人球隊為我們在半決賽這組對決 帶來的非常極致的享受 雖然說這個賽季山西隊在常規賽的排名 並不是非常靠前 他們面對聯盟的領頭羊 打出了這樣的比賽氣質 給遼寧隊今天在這個比賽當中 帶來的極大的壓力 而我們也看到遼寧隊的今天 他們在上半時發揮不夠理想的情況之下 下半時有更多的球員能夠挺身而出 主動地去擔當 年輕的張振林包括富豪 他們在場上給了球隊很大的支援 上半時籃板球做得不好 下半時有了改進 上半時三分球投得不夠理想 下半時全隊的發揮 這也是遼寧隊向著冠軍發起衝擊的 一個標誌性的勝利 而山西隊這個賽季其實常規賽 一路不被外界所看好 但是他們險些一黑到底 他們在常規賽鎖定了第九的位置 以及在最後賽第一輪淘汰了 同樣配置不錯的廣州隊 我們這是看到這場比賽 四節的一個得分對比 關鍵點就在下半時 下半場第三節27比31 第四節是27比38 就是惹不起的遼寧隊 惹不起的下半場這場比賽 遼寧隊再次為我們帶來了一場 非常緊張扣人心弦的系列賽 祝賀遼寧隊 他們將在半決賽碰到的是 衛冕冠軍廣東隊 遼寧大戰再一次要到來了 而且這次碰面的時間點 不在總決賽 而是在分區的上半區的半決賽 將會提前到來 我們也已經迫不及待的 要去欣賞遼月大戰了 今天晚間的CBA的轉播 到這裡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謝觀眾的收看 我們為您做一個賽事預告 在明天的下午先是深圳跟上海的 系列賽第二場 晚間是吉林和廣煞的第二場對決 也請您持續鎖定體育頻道 為您帶來的精彩CBA賽事 感謝各位的收看 再見 明天的下午先是十分之一 請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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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